來到里約麵包山 有什麼事情一定要做呢 跟我一起搭時針機 來一趟City Tour吧 機上安全帶 從里約麵包山起飛 從美麗的海岸線 到無盡的天際線 通通映入眼簾 儘管短短7分鐘航程 就得花費大約3000塊台幣 但從空中俯瞰里約的感覺 實在太舒服了 還好想要再掏腰包 體驗飛越里約基督向的快感 當然來到麵包山 還能體驗坐纜車的樂趣 從山頭往下看 城市瞬間變得迷你 但如果你想要爬得更高 就得到里約最著名的地標 耶穌基督像一探究竟 這座世界星七大奇蹟 坐在海拔710公尺的駝背山 還得先搭乘小火車 再用步行的方式攻頂 但一上來 欸 拍謝 今天山上霧氣太重 完全把神像遮住了 大火只能在底下自拍 等待耶穌波雲見日 很可惜 小弟沒這個福分 只能買一尊迷你基督像 過過肝癮啦 話說上山下海 號稱Wonderful City的里約 同樣擁有無敵海境 長達4公里的Kobacapana海灘 是觀光客最愛的修行聖地 我們在這裡打排球 下一日光浴 還有談戀愛 都是人生一大享受啊 這趟旅約採訪星不只看見森巴國度多彩多姿的一面 我還在這裡度過了27歲生日 就要美女們陪伴我 畫下旅程完美的據點吧 Happy birthday 晚餘新聞黃朝豪巴西里約採訪報導 好 谢谢大家